我是二十八年前離開台北來到埔里 在離開台北之前我在台北一個雜誌叫做人間雜誌工作 我想在座應該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這本雜誌 這本雜誌在解除界前後的台灣 我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本刊物 在這本刊物的整個採訪的歷程裡面 是養成了我的整個價值的體系 尤其是對於弱勢的關懷 還有對於這片土地的這種關懷 那去離開雜誌停刊之後 我就跟隨我太太的腳步 因為我們在林建的時候常常經過埔里 到原住民的部落去做採訪 那在這個採訪的過程裡面 我們深深愛上埔里這一塊土地 那各位知道我想當一個媒體的人 在二十八年前離開台北的時候 我們去埔里沒有認識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把自己已經半退休了 因為知道要去面對一個全新的環境 而且是完全陌生的環境 在那個環境裡面我在還沒有認識任何一個埔里人的時候 就來到這個地方 而且當天就定下了一個房子 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之後 要住在埔里 那剛剛學函說我去埔里十幾年 那事實上是我是已經是在地震之前十年 就已經到了埔里 那到了埔里的一件事情 我是開國術館 為什麼 因為總是要謀生嘛 我爸爸是中醫師大學的時候 為了這個跟我爸爸有交代說 我也在學醫啦 所以我就去參加了這些國術 或者是那個中醫藥研究社等等之類的 那在離開台北的時候 終於還有一個謀生的這樣的一個出路 但是這個時間也沒有多長 大概兩年的時間 我後來在林文明老師跟陳情華醫師的邀請底下 就到新港文教基金會去 然後出任那裡的執行長 在那邊三年的這個時間裡面 確實給我很多的啟發 尤其在施虛營造的這個經驗之後 我就回到了埔里 在埔里的過程裡面我想非常重要 其實我們今天一個非常重要的處理就是鄉鎮 那其實到鄉鎮去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鄉鎮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體系 而且是我們很難面對的體系 尤其是一個小小知識分子 到鄉鎮的許多的大的染缸裡面去的時候 坦白講我們的力量是非常的薄弱的 所以在這樣一個狀況底下 我們後來成立了基金會 那在基金會的運作底下 我慢慢地學會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 就是如何做一種新的社群營造的方式 那從社群營造的過程裡面 我想非常重要的結合了一群非常重要的 埔里在地的人 那我覺得高中生如果到埔里去就可以看到很多 在這樣的二十幾年來的生活跟布局底下的埔里的現代的生態城鎮 發展底下的哪些人在做哪些事 那今天我從埔里來 今天我們在埔里今天辦了第五屆的生態城鎮的園優會 那這個園優會是由我們當地的各個社團自費的 然後自己醜化 然後再做整個這樣的地區的環境教育跟生態教育跟這種願景發展的一種新的形式 所以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你可能沒辦法學到很具體的東西 但是你可以看到布里人怎麼生活 謝謝 謝謝